优赛期大戏重启 开拓者搅乱东部 仅凭一级之力 不是热火不是猛龙 没来眼去一个多月 事实证明 相爱的两个人想要在一起 从来靠的不是时间 字母哥之前暗示有了效果 利拉德如愿进入冠军争夺 只不过 那个刚说要终老最后被卖掉的 是诸葛 开拓者还没完 再把诸葛换给凯特人 足以让东部震慑 太阳送走了艾顿 反正内格萨也不需要这样的中锋 至于努基的出场频次问题 太阳说 咱可有神医 开拓者无疑得到了重建基石跟补充 尤其是得到了这个面向老成 在开拓者眼里这是联盟前五的中锋 只剩下重在参与的热火 啥也没捞着 巴特勒那边说要调查熊鹿 此中真谛 莱莉不知道你懂不懂 绝尽暗中观察 你们都是挑战我的吗 阵容齐整的胡人也是静观暗流涌动 哈登七六人你到底还动不动 那边快船可还在等 恩彼得一句云淡风轻的修赛期真有趣 大帝咱还是少说两句 别好了上巴忘了疼 凯尔特人完成了最大的补充 老对手勇士也没闲着 又是后卫又是牵盖一 主打爱小西洋红 好在盖一超过两米 科尔早就把你盘算在小阵容中 嘴哥一看阵容结构感觉不能再养生 自己都算身高巅峰 失去了温暖纯真的笑 大脑一片空 可能他也想到游戏里 找一堆高个儿 一统江湖 全民性接球派对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派对正式推出了嘴哥 来到派对中的嘴哥依然保持极高的侵略性 两大主力得分技能 强硬突破和调整投篮 告别保温杯 嘴哥还是主打一个万斤由攻防一体留侧翼 技能也是和现实高度还原 这一个跳步进去直接扣篮 要么急停中距离 接球切进去扣篮 转身进去还可以小勾手 都是嘴哥带勇士的得分方式 大招惊天格扣可以无视防守 嘴哥不扣无名之人 世界名画又加一福 当我用维筋四得到四分 就可以触发天赋解放这个被动 此刻嘴哥摔杯为耗 体能分配更为合理 篮板盖帽能力会大幅度提升 盖帽角度增加240度 再加上调整投篮的得分能力 也就是季后赛模式的嘴哥了 这次全民性接球派对 还另外推出了2米07的韩旭 这个过去一年席卷冠军的女篮球员 既有敏捷身手无视篮板卡位 还可以瞬间加速接他招牌转身投篮 搭配韩旭又高又灵活的招数 打出很不错的效果 嘴哥要是跟韩旭组的对 这指控能力 做梦都能笑醒了吧